叫我們洗頭的時候 我們也是很掙扎 我一直覺得洗腎不是我所要的 脫島後面真的連身體狀況都沒辦法負荷了 才選擇腹膜 我不要你洗 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都那麼用心為什麼會變這樣 我來面對 其實那時候嚴選我是打算給他是血液 他兒子又說 阿姨那我們爸爸給他用父母託息 如果冬天的時候 爸爸才不會冷 當然身體來得比較好 一天有比接一天比較好 我很開心 而且我不會再怕了 操作機器的方面 在那個雲端裡面小姐都會引導我 當你會弄的時候 你會覺得機器跟你是一體的 我每天跟機器講話 我說我感恩你 那時候還沒做偷襲衣的之前 因為當時就會怨天猶人 畢竟小時候已經出了車禍 埋怨說已經沒有童年了 為什麼長大之後 真的要有自己的人生 還有規劃之後又會碰到這件事情 因為當時就會怨天憂人 畢竟小時候已經出了車禍 畢竟小時候已經出了車禍 埋怨說已經沒有童年了 埋怨說已經沒有童年了 我們請進 去做治療了 身體體態慢慢恢復了 之後可以像正常人這樣子生活了 說起來是治療的狀況是不錯 所以有很大的改善 在學生做了兩個半月 每次一去醫院覺得心理壓力很重 我說有沒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治療 他說也可以做腹膜透析看看 我發覺做腹膜透析比血液透析 身體上負擔沒有壓力那麼重 產生副作用也比較少沒有那麼嚴重 我看他這樣子洗那個血液透析 起伏太大了 有的時候血壓太高有的時候血壓太低 甚至於昏倒 我有時候去接他的時候 我車子停在外面 我等了半天等不到他的人 腹膜透析他也比較喜歡 晚上洗他白天可以沒有負擔 喂 你好 請問是伯伯嗎 我有看到你洗的狀況 台灣還是全世界的洗腎的發生率 和腎行率排名世界第一的國家 腹膜透析還是有他的優點 他病人比較方便性 他比較不會受到時間飲食的控制 水分的控制 那他保留腸癌與腎功能的比例 會比血液透析的還好 他對於病人本身的血液動物學的一些影響 也不會像血液透析那麼高 那本身不會有打針疼痛的一些風險 或是一些血液流失的一些風險 所以我們當然會照這個病人的選擇 讓他去看一下 所謂的噱頭相附膜透析的一些差異 最後他來說還是以病人的選擇為主 其實洗腎你可以 還是一樣可以過你自己的生活 洗腎不可怕 也不要忌諱洗腎 沒有想到我洗完腎之後 還可以正常的工作 那想分享就是說 當事情來了就去面對他 那不管怎麼樣 你是要去做 未來真的是很美好的